亲子车厢 现行每周有84班次 加化在自强号行驶 预估之后会增加到 每周120班次 不过亲子车厢 占用乱象评传 家长就很担心 增班之后 这乱象的状况会更严重 台铁预计近期 将会开会讨论 拟定更严谨管理办法 除了维持 劝导不离开 会加罚五成票价之外 不排除评估 提高亲子车厢票价 区隔旅客 并提升乘车品质 家长带着小朋友 大包小包 搭火车准备出油 来 我们来吃饭转了 好不好 这是台铁的亲子车厢 能使用的空间增加 还有游戏区用餐区 深受不少亲子客喜爱 但曾有家长抱怨 车厢内被一般乘客占用 急满走道乱象评传 有些人就坐地上 小朋友躲在那边 往后会比较稍微危险一点 只要劝导 其实他们都会离开这样子 台铁亲子车厢 只提供给未满十二岁 随行儿童的家庭 或者是孕妇 违规使用能加收百分之五十的票价 但不少人罚不怕 台铁研拟未来可能提高 亲子车厢的票价 来做出区别性 而根据统计现行的台铁亲子车厢 每周有八十四个班次 需求性高可能增加到 每周一百二十个班次 但家长也担心 班次变多 会不会有更多的占用乱象 台铁强调会拟定严谨的管理办法 只是自强号有十二节车厢 列车长只有一位 如何加强管理查核 恐怕是一大挑战 这周我们是人台报道